欢迎收看谈古论经画中医 早期痛风的发病年龄大约是50岁到59岁 但是随着文明的进展 现在发病年龄提早到了30到39岁 甚至有听过8岁就得痛风的案例 痛风不只是关节疼痛的问题 它会引起许多的并发症 譬如说像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脑中风等等可怕的疾病 这是要特别注意小心的 今天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长庚医院的 谢医文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谈谈痛风的预防以及治疗 谢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谢医师我想就是痛风这个名词 其实对可能很多人都不太陌生 就像我自己的大学同学 他在我记得他在大一的时候 他痛风痛起来是躺在地上 我们连这样给他扇风 他就说千万不要做 就是痛到那种程度 所以这个病可能大家都是可以常常听到 但是实际上它是什么样状况 可能不是那么理解 那如果从现代医学来看的话 痛风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 以现代医学的看法来讲的话 痛风在临床上指的是一种 极度疼痛的关节液 那它痛来的时候会突然发作像风一样 所以因此而得名 那以现代医学观点来看的话呢 痛风它是因为体内普林的代谢异常 而产生的 那会导致高尿酸血症 那这些尿酸钠炎 累积在关节腔肌肉里面 造成关节腔的发炎肿胀跟变形 那大部分发病的话 应该会在四十岁左右的男性 会最常见 那不过因为现代的关系 大家越吃越好 那饮食比较没有节制 所以也的确发病的时间 年龄也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普遍 是 那如果就传统医学来看 痛风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 从传统医学来看的话呢 我们就要讨论到经络脏腑 是 那痛风一般是属于避震 我们称作白虎立节风 那白虎立节风这个名称比较特别 是 有的人说白虎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它痛来的时候 非常的猛烈像老虎一般 所以它叫白虎 那立节呢 表示它会很多关节发生 我们最常见的看到是在脚的大致关节 是 但有的人比如说膝盖 手部关节脚踝也会发生 所以称为立节风 那尿酸过多呢 在中医的辨证里面 则是属于弹着和湿着 那这个话大部分和五脏六腑中的皮 的功能是最有关系的 那如果说这个病人 他本来就已经有脏腑的问题 再加上酗酒 饮食没有节制 过度的劳损 或是他本来关节就有一些损伤 那这样就会使 贪着失着流注到关节肌肉之中 是 产生气血运行的不畅 是 那这样子就可能会 育而化热 造成发炎疼痛 也就是痛风关节炎 是 那所以白虎跟节气有关系吗 那白虎的话也有一说 就是因为秋天嘛 白虎属精 那秋天的时候 鱼虾费类啊 刚好大出 这个时候高粱后胃会特别多 那大家秋蟹也会吃得特别多 所以就引发了这个痛风的注意 在饮食上的注意 是 那一般痛风呢 您就常看到就是 它大概会有哪些的症状 临床的症状的话 当然是以红肿热痛最典型 那它发作的时候会非常的突然 所以我们在门诊常常遇到说 病人说我前天吃了大餐 然后昨天好像开始关节就有点状况 就开始大痛 那红肿热痛导致它的行走困难 那一般来讲我们正常的关节呢 比如说像这个样子 那附近应该是很干净的 然后应该有关节囊的包覆 如果它发生了高尿酸血症 导致这些尿酸炎钠的结晶 把它累积在这个关节腔里面 这是结晶的意思 它会在显微镜下面呈现这样一个偏光的 长形的结晶 累积在关节的附近 最后慢慢形成痛风时 那造成痛风的原因是什么 是跟饮食有关还是它遗传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造成的原因 那么遗传会有一部分 就是你的体质可能比较容易形成这样的症状 是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的体内如果说有过多的这个尿酸的累积的话 当它累积超过标准的时候 在每一百毫升的血液中 男性大于七毫克 女性大于六毫克 超过这个标准的话就叫高尿酸血症 那它就会慢慢地沉淀在软煮之中 所以也的确有一些人 它是后天代谢的异常 爸爸妈妈都也没有这样子的症状 到它这一代 当然我们这一代也是吃得比较好一点 到这一代就突然发现有这样的症状 那因为循环的关系 所以它比较容易累积在关节的地方 引起发炎肿痛 那体内制造了太多的尿酸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又有脱水的症状 有的人就不太喜欢喝水 那尿酸从体内排出的过少 这个时候也有可能再造成 续发性的高尿酸血症 再继续造成关节的发炎 是 那为什么有人说 那个痛风比较浩发在晚上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它一整天都会这样 只是晚上夜深人静 没有其他的干扰 特别明显的 对 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关节痛 好像会特别引起你的注意 那再来是有的人因为白天活动 他就不会特别注意 晚上的时候呢 就他因为这个关节疼痛的关系 影响睡眠 所以他会更加注意这个症状 是 那如果以中医来看 就是在辩证论治上 就像您告诉说 他可能有发作期 也有可能发作期之后的一些 慢慢的复原期 不同的时期 应该有不同的治疗的方式 通常我们把它简单 分成急性发作期跟缓解期 那急性发作期的时候病人当然很痛苦啊 关节红肿热痛都不能动 然后三一三封就已经快要受不了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以降低疼痛为目标 以中医来讲的话 药物的部分我们就会以清热解毒 或是说这个化湿 或是一些疏精止痛的药物为主 所以像我们常见的药物可以用 当归年痛汤 通用痛风丸或是寺庙散 那对于一些比较长期的病人 他可能是反复反复发作 他以前发作过好一些 最近又重新发作 那这一类的急性发作期 我们有时候还要再合并使用一些 化瘤通落的药物 比如说书精活血汤 或生痛煮鱼汤 那这个是在正在发作的 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常见的药物 那在缓解期的部分的话 那就要回过头来去分辨 病人为什么会有痰疾 湿疾出现 我们刚刚提到 和中医皮有关系 所以其实最常见的皮湿的出现 其实是来自于皮虚 那病人可能平常就会觉得 气虚 疲劳 或是肠胃的运化有问题 吃东西都不消化 是 那像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先使用 像四菌子汤 二成汤 这样子的药物 来做基本皮虚的治疗 是 那如果说像刚刚举例的 它是反复发作 是 已经有一些经络淤阻的状况呢 那我们可能就会加上通落的药物 比如说桂枝福林丸 输精火血汤 那如果病人真的是久病 或是说他真的 也许年纪比较大的患者 是 那他会出现一些干肾两窥 气血两虚的症状 是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要再加一些补益的用药 是 比如说像毒火 寄生汤 临床上我们就依照病人的体质 寒热等等再做加减 那针灸的话 我们一样可以选择一些 比如说补养气血的血位 一样就看临床的症状再去选血 是 医师您刚刚在介绍如何诊治的时候 有提到就是 不管是急性期或缓解期的保养 都可以透过针灸来针刺做一个治疗 那会针刺哪些穴位呢 那在急性期发作疼痛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选关节局部的穴位 比如说如果发作的位置是在脚的大直关节 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大都 太白 公孙 或是太冲 这些穴位来使用 是 那如果它今天发作是在膝关节的话呢 可能就会选到斜海 或是凉丘 或是外侧的竹三里 阳灵犬 或是西阳关 如果说以传统的经络理论的话 我们还会再搭配一些所谓的戏谑 像是脾经的地基 或是肝经的中都 那对于一些久病 我们说可能需要调整他的肝肾已亏虚的病人 我们可能可以选择像竹三里 或是阴灵犬 或是圣经的太息跟腹瘤 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穴位 是 那在不管是急性发作或是缓解期 我觉得透过穴位可能会缓解真的病人当时的疼痛吧 那中医治疗痛风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如果你在急性期协助病人可以把他的红肿热痛 缓解下来的话 他可以增加他的关节活动度 可以让他的疼痛早一点缓解 减少他的冲药的使用量 那在慢性控制的话呢 那中药其实可以发挥协同的作用 因为有一些病人 他可能对于痛风使用的药物 会产生过敏的反应 甚至到一些这种毒性的皮肤反应等等 那像这一类病人可能他就不太适合 长期使用西药的话 他就可以转而使用中医的辅助治疗 是 您刚刚讲到的就是那个皮肤的毒素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皮肤的毒性反应就是有一些病人 他可能会对于像常见的一些痛风药物 比如说像Allopurino这样子的药物 它可能会产生皮肤的过敏 那当然轻则可能就是红疹啊 骚痒啊 那比较严重的甚至可能会产生 类似像死体分强生症候群这样子的反应 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皮肤反应 那像这一类型的病人通常我们就不建议 他会持续使用Allopurino这样子的药物 那当然以西药来讲 也会有其他可替换的药物使用 是 但是如果说病人的反应不好的话 或是说他仍然持续有这种 关节走痛的困扰的话 可以搭配中药或是针灸的使用 让它的症状尽量缓解下来 是 那在饮食上 要怎么样去注意饮食的饮用法呢 饮食的饮用法当然最常见的就是说 多喝水 少喝酒 那一方面当然是脱水这件事情 本身可能会造成高尿酸血症 然后也有可能造成肾功能的衰退 那少喝酒的话 一方面酒过量饮用的话 它会产生乳酸 这个乳酸它会影响尿酸的代谢 所以它本身就会让你尿酸的排泄异常 那再来酒本身也是高热量的东西 然后它也会增加你尿酸的产生 那另外酒类里面的啤酒 其实是一个高普林的产物 所以我们在这个痛风的饮食控制 要尽量避开普林类的饮食的时候 当然啤酒是一定要注意的 那一般人比较经常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高普林的食物还包括豆制品 是 所以这个也是得避开的 对 豆制品尤其是黄豆 大豆 然后或是说动物的内脏类 然后或是说在海鲜里面的甲壳类 贝类 这些都算是高普林的食物 就是可能多吃一些蔬果类 是这样吗 所以蔬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对 而且蔬果的话 它本身会让你体内的PH值稍微偏高 就稍微偏碱的意思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尿酸的代谢 也会造成 只是让你的这个痛风的症状 比较容易得到控制 是 那接下来呢 医生会帮我们介绍 到适合痛风患者食疗的一个药膳 赤豆义仁粥 那其实所谓的赤小豆 就是我们常见的红豆 这个应该在一般的超市都买得到 那另外的话就是义仁人 那这两个可以一起泡水二到三小时 然后泡软之后就直接煮粥 那它可以每天吃 是一个算是食疗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那它可以补义脾胃 改善你这个湿酌 残酌 所以它会有利尿肾湿的作用 所以它也会有促进尿酸排泄的功能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说 然后我们今天选用的是红豆 千万不要选用到黄豆大豆 红豆是没有问题的 对 那另外义仁的话呢 在一些比如说像孕妇 他要比较忌讳 因为义仁的药性它会往下 还有这个利尿肾湿 对于一些譬如说怀孕初期啊 或是在安胎这样子的孕妇的话 可能对于义仁要特别小心 是 那这样吃起来口感 就是感觉好像没什么味道 可以加一点酌料吗 好 当然是可以 那我们通常可以推荐病人 比如说加一点有油脂的东西 比如像排骨一起煮 那千万不要加太甜 然后有的人觉得说 红豆一人 感觉可以煮个甜粥八宝粥 我刚刚是不是这么想 没想到你说加排骨了 对 那但是甜味 甘味这个东西 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常常会焊 比如说皮湿 很容易把湿气留在身上 所以如果你的目的是 希望要利尿肾湿的话呢 就尽量不要煮甜的 可能改煮咸的会比较好 是 那您在门诊的一个就诊经验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 可以跟我们分享 是 那比如说我前一阵子 就有一位病人 他大概在四十岁上下 也是正在事业如业当中的 一个男性这样子 那他其实过往就已经知道 自己有高尿酸血症 然后他也就是有一搭没一搭 就是药物跟饮食控制 那他来我们门诊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是他第二次发作了 那来的时候当然就急性期嘛 关节红肿热痛 那刚好他发作的位置 又是在大直关节脚上 不能走了 对 就是进来就是一掰一掰 这样子 那在这样发作的时候 因为关节的肿痛 病人常常常觉得非常的困扰 因为他行走都有困难 甚至有时候 穿鞋子可能也穿不下 对 他是穿拖鞋来的 对 那甚至有的时候连晚上睡觉 他一翻身压迫到关节 他也受不了这样 所以他来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疼痛 就像刚刚讲的 在急性期的时候 我们是有搭配药物让他使用 是 那他的红肿热痛 局部的关节附近呢 我们那时候就是选了公孙泰冲 是 希望可以让他输筋止痛 清热泄火 那也的确在治疗三四次之后 那他的疼痛就慢慢的缓解下来 那这个病人呢 因为在台湾就医蛮方便的 是 那所以他其实同时是有配合西药的使用 那要提醒各位观众 可能就是说 我们如果中药跟西药同时在使用的时候 至少要间隔一个小时 先吃什么 都可以 你可以先吃西药再吃中药 也可以反过来 但是希望就是中间可以间隔一个小时左右 可能也要提醒病患来的时候 可能要跟医师提醒一下说 我同时有在吃西药 是 对 这样我们才能评估说 我今天药物使用的剂量如何 那还有没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要帮你补强 是 那病人当时使用的急性期的药物是 秋水仙素 那病人吃了之后呢 他其实红肿热痛很快就降下来了 那加上针灸之后 他也觉得比较能够行走 只是后来药物的副作用 让他拉肚子拉得有点厉害 所以我们到后来比较缓解的时候呢 就搭配了刚刚讲脾胃相关的 珠三里 泰西 来做针刺的指头 如果说像这样的病人 他后续愿意继续在中医调养的话 我们通常就会在外加上饮食的味觉 或是说将他的药物慢慢调整到 看他是单纯皮有问题呢 还是有其他脏腑的问题 可能用针刺或药物稍微改善他的行为 是 我没有收到观众的来信在询问 就是说如果他的脚有痛风 那适不适合做手术 手术的话对于移除痛风时这件事情的话 其实是不适合的 为什么 因为痛风时其实像刚刚的图示 它是痛风的结晶累积在软组织里面 形成一块一块的像石头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它这样子的组织的局部循环是不好的 所以你如果说开刀把它挖掉 那它可能局部循环很差 伤口不会愈合 之前我在住院医师训练的时候 就曾经在急诊遇过这样子的病人 他可能真的是都不太有控制 所以他的脚上满满的痛风时 那一次来急诊是因为他不小心跌倒了 那他的其中一个痛风时 因为敲到那个墙边的柱子破裂了 所以皮肤破损之后 里面的痛风时慢慢的掉出来 味道非常的令人不适 它是有一点臭味 那这样子的病人 其实在临床上不是很好治疗 因为这样的伤口就像刚刚讲的 血液循环差 所以很难愈合 那里面的痛风时真是除之不尽 那他就一直持续的掉出来 所以后来那一位病人呢 就必须要做进一步的 譬如说到截肢 或是他需要去到皮半的程度 对 所以如果说已经有非常严重 痛风时的观众的话 通常我们建议真的要好好保护你的关节 那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有讲 就是已经形成透风时的病人 不是那么好消 但当然如果你持之以恒的治疗 一直持续的维持你血中的这个尿酸的程度 是偏低的 还是有人有机会慢慢的缩小 是 那有人问为什么尿酸会导致那个尿毒 尿酸跟尿毒它其实是 虽然都有尿这个字 但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概念 它原理其实是说 尿酸的结晶 它除了会累积在关节肌肉的软组织之外 它也会累积在肾上其他的地方 是 比如有的人直接累积在皮肤下面 那以肾脏来讲的话 还有可能累积在肾的本身里面 那这些结晶呢 一样慢慢的累积起来 它就会破坏附近的组织 是 就像说我们累积在关节产生关节炎 那累积在肾上 一样会破坏肾脏的组织 那在这样的状况 就会让你的肾功能下降 那它就会有一点互为因果这样 就是如果说你的肾功能不好 那你排尿酸的效果就会下降 那你排尿酸的效果下降 你高尿酸血症的时候 又可能又回过头来 破坏你的肾功能 它是一个恶性的互相牵制这样 那长久下来的话 就有可能让你的肾功能下降 而导致我们所谓的尿毒症 是 理解 那在节目的最后 医师有没有要特别提醒观众 要注意的呢 如果他有尿酸过高 或者是已经有痛风 长期发作 就是反复发作的话 我们有什么要特别叮咛的 通常都还是希望病人呢 可以好好的配合一组治疗 是 那无论是药物的使用 或是饮食的节制 那当然适当的 作息的控制跟运动 也都是必要的 我们常常中医讲的一些 养生的概念 这些all cliché 其实它都还是有它的意义存在 那如果说你可以让你自己的生活 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那自然这些带线性疾病 就可以获得好好的控制 是 非常感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 我们也谢谢全球观众朋友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